您各位好啊,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我们在游览清代帝王灵寝的时候啊 经常会听到导游说 这呢,是某位皇帝的大碑楼 那呢,是某位皇帝或者是皇后的小碑楼 那么这大小碑楼到底都是做什么用的呢? 我呀,在这儿就跟您聊聊这事 今天呢,咱们先说说这个小碑楼 这小碑楼的全名啊 它叫神道碑亭 里边呢,立着一桶石碑 上面啊,用满汉蒙三种文字 镌刻着皇帝的妙号、嗜号 例如,康熙皇帝的神道碑上刻的就是 圣祖、和天红韵、文武锐哲 公俭宽玉、孝敬诚信、中和功德 大成、仁皇帝之灵 皇后啊,他没有妙号 所以呢 皇后灵的神道碑亭中的石碑上啊,只刻有皇后的嗜好 例如,慈安皇后的神道碑文是这样的 孝敬慈安 玉庆和敬 成敬一天 作圣显皇后之灵 清帝国呀,定顶中原以后 一共修建了七座皇后灵寝 只有三座呀,建有神道碑亭 这三座碑亭呢,又都建在尊化清东陵 分别是孝庄皇太后的昭西陵 慈禧慈安 两宫皇太后的定东陵 再加上入关后皇帝的神道碑亭啊 有清一代 在关内一共修建了十二座神道碑亭 当然了啊 末代皇帝宣统 没有入葬皇陵 自然呢 他也就没有神道碑亭了 这十二座小碑楼啊 最寒酸的 就得数说光绪皇帝崇灵的神道碑亭 他的碑亭啊 垂带石下的相眼 都是用砖砌的 那么其他十一座呢 无一例外都是大石打掷而成 在这些小碑楼中啊 还有一座个别另样的 那就是西陵四座神道碑亭中 最为漂亮的一座 道光皇帝慕灵的神道碑亭 除北门以外的所有门上的绚炼啊 都雕刻着精美的图案 重沿歇山顶 四个面是各显三间 内中这龟幅上啊 神道碑的阳面 镌刻着道光皇帝的妙号和嗜号 别的神道碑亭的阴面啊 都是没有字 是光的 唯独道光皇帝这块碑啊 阴面刻着八百三十九个字 这是他的儿子贤丰帝啊 亲自为他撰写的人生功绩 我去墓陵的时候啊 正赶上大修神道碑亭 没能亲眼看见碑文啊 我呢 估计了一下啊 这碑文应该是这样写的 我爹道光 抽锅大烟 少木禁毒 发配天山 烧完鸦片 割地赔款 木铃虽小 花费惊天 要说败家 爹算奎元 大清帝国 我看要完 您别笑啊 可不就这样吗 道光皇帝 我觉得他也就干过这些事 我是您的好朋友 昆仑刘石 今天咱们啊 聊了聊这清代小碑楼那点子事 明儿呢 大碑楼 咱们接着聊 喜欢我的视频呢 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